各位編為你們好 又是我No.7 挖書仔 今天第二隻的推介 現在是中午的1.3個字 晚了少少拍第二條影片 陪伴不到大家吃午餐 或者可能還有些人在吃午餐 吃完午餐作為你們的甜品 這隻就是Orian的Bambino 但這隻是小M數 38.4M很復古 曾經有YouTuber說過 38.4M的Bambino 才最突顯到整隻錶的復古味 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是 鏡頭前面 這次的豬仔首次 同一時間介紹兩隻 38.4M小錶徑 分別是珍珠白色 和這個 Creamy奶油色 其實兩隻都很漂亮 Creamy奶油色搭藍針 而這個珍珠白色 搭配銀針 如果你想沒有那麼復古 就選擇這隻珍珠白色 其實Bambino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DNA 有些復古拱形玻璃表面 加上復古拱形的錶盤 做得很漂亮 其實你看到很多坊間 例如Tamex 甚至乎Tinsoor都有 一些復古的手錶 但很多時候它們做 都是做了復古拱形玻璃 就沒有做到DNA 都是做了拱形的 而這個 做了一個玻璃之餘 拱形 另外 也做了那個 標盤 都是做了拱形的 所以相當有味道的 而分針和秒針 都是順應著那個玻璃彎曲 和DNA的彎曲 而彎曲 看到沒端是彎的 秒針是 微微彎曲 這個角度看可能好些 微微彎曲 分針同樣都是微微彎曲 Bambino做得很有特色 我手上這支是珍珠銀白色的 放寫聖文錶盤 再加上這個 日力槍 單日力 三針加日力的靜裝錶 日力槍擺在三點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 再加上了特字字釘的黑度 也是微微彎曲 很有型 復古味很重 一支文青的手錶 這支配搭了 這支配搭了瓦身的壓鱷魚紋的車線皮帶 做了瓦黑色 另一頭就是 另一頭就是 做了兩個皮圈仔油環 這支手上一支 就是做了MYJ的版本 Made in Japan的版本 銀色的不鏽光的針扣 另一支是做了creamy色 兩支顏色都很受歡迎 兩支顏色都很受歡迎 這支creamy色是撞了藍針 撞了藍針 單日力 也是做了 非常之正 這支配搭了中啡色的皮帶 壓紋車線皮帶 另一頭也是皮圈 注意這支不是MIJ版 入不到MIJ版 沒有分貨 這支不是MIJ版 但這支是很熱的 非常之熱的 一支creamy色 兩支顏色各有鮮秋 如果你想復古味濃一點 你可以選這支 奶油式 標盤襯藍針 如果你說我喜歡日本版的MIJ版 銀白色標盤也不差 銀色是不鏽光的針扣 錶底方面做了一個 螺旋式陷入式的底蓋 就是一個透視的底蓋 上面也有寫著Epson自家的機芯 採用了F6724的機芯 22尺 陀上也有做了Laser 也有做了Sting Steel 這支是Japan Movement 20M的皮帶 你看到這裡寫著20M的皮帶 Japan Movement 這支是 creamy色就是日本機芯 而這支是 Made in Japan版本 看不見這裡寫著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這支是珍珠白色 同樣用F6724的機芯 也是22尺 也是生活防水 20M的皮帶 我反過來給大家看 這支錶用了F6724的機芯 F6724的機芯 就是東方自家的Epson機芯 我們嘗試向上轉動 上髮條 錶觀位置是呈陋痘狀 放在3點位置 也有雙絲蠻頭的Logo 它也製造Logo Creamy色也製造Logo 一樣的 我忘記了Bambino那支沒有製造Logo 我差一點 做了漏斗型標關 既美觀又實際 實際的是 當它探了手指 想踢起標關 就方便一些斜斜的 容易踢起 有停秒功能 你看到移畫 完全沒有虛偽 看看這支不是Japan版本 也是一樣 同樣沒有虛偽 我們試一下向下轉動 東方是下流 因為是銀色的劍形指針 這支是做了 半格就調整日力槍 調整日力槍很好的 手感 是搭搭聲的 然後調整日力槍 手感非常棒 調整完之後 按進去 一個拉推管 整個感覺很棒 銀白色的放射性能標盤 原玻璃邊位置 它做了抗紋水晶玻璃表面 原玻璃邊位置 做了不鏽鋼光身的錶圈 拋光 錶腳位置也做了拋光 延伸到側邊部分 做了拉絲花紋 最棒就是側邊做了拉絲花紋 這個位置有邊線 起了一級 側邊做拉絲 始終都是平衡到用家的感受 如果真的刮花了的時候 沒那麼覺眼 所以我喜歡側邊 比較喜歡做拉絲花紋 看錶帶剛才的正面 兩隻比較 一隻做了光身的 一隻做了啞身的錶帶 一隻是黑色的 一隻是中啡色的 好了 這個錶呢 錶勁 先說說 38.4mm 這個呢 就真是 好夾這個Bambino 我自己覺得 不應該做大妝 因為這些做復古的 都是做細裝 會比較正一點 感覺 這個錶鏡是38.4mm的錶鏡 厚度是12.8mm的厚度 而Luck to luck 就是44mm 好了 試一下帶上手給大家看 先 藍白色的放射性文錶盤 好正啊 感覺 三針加劍靈指針 整隻錶都很復古 這隻就是Bambino 好了 全自動機械機芯 帶上了14.8cm的手腕 比例就是這樣 試一下 上一點 其實是一隻斯文一點的 復古形的手錶 這個creamy色 撞了藍針 藍針也很漂亮 之前很多錶迷買不到 如果現在有機會 好了 豬仔推介這隻 Orian的Bambino 多少錢呢 MIJ的版本 銀白色 只有銀白色 MIJ版本 1268 1268 Primy色 就貴一點 1298 1298 但都比外面便宜很多 因為很多錶迷買過2000元 曾經 這個錶曾經 真的一度炒風 當時應該外面超過2000元 很多店鋪 現在就算便宜 我上去網站搜尋一下 都是到1800多 1900多 都有 它是2000多元定價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2000多元定價 是的 很多店鋪在賣1900多 1800多 所以非常超值的價錢 右手邊這隻 Made in Japan 珍珠白色的 1268 Made in Japan 更便宜少少 因為日圓價的影響 這是Creamy色 奶油色 不是Made in Japan的版本 是1298 1298 兩隻 你可以在封面找珠仔 WhatsApp電話 如果喜歡這隻錶迷 如果你上次買不到 今次把握的機會 珍珠白色有三隻 Creamy色有三隻 一共六隻 兩款加起來 如果喜歡這條錶迷 記得按LIKE 珠仔 珠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未訂我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 訂閱 如果你想要這隻錶 可以在封面找我的 電話 WhatsApp 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你喜歡什麼顏色 想在佐敦點拿 還是賴之哥點拿 希望你喜歡這隻 Bambino 38.4M 的錶徑 的手錶 好了 我們下集見 這隻錶真的是 很濃濃的復古味 如果你還未有一隻復古錶 一般都是玩到潛水錶 或者是計時馬錶 這隻是不錯的選擇 希望你喜歡 最後給大家多個近鏡 看看 Primi色 都是劍形指針 都是一樣的 好了 下集見 拜拜